有三部国产电影,我轻易不敢看 《八王别姬》、《活着》和《鬼子来了》 这三部电影,看完都令人窒息 大时代动荡中,人的渺小与无力 让人不禁怀疑,我们真的有选择的余地吗 巧的是,三部电影都得到了甘娜的青睐 《八王别姬》赢得了金棕榈 《活着与鬼子来了》都得到了当年的评审团大奖 前年电影手册的主编程清松曾经问姜文 《鬼子来了》在国外放映的时候 国外观众反响如何,能理解吗 姜文回答说 我觉得特别奇怪,只有中国人问这个问题 外国人直接就把自己放在里面了 在甘娜电影节期间,一名外国记者说 《马达三的困境就是我的困境》 《鬼子来了》的确是一部超越国境的电影 正像所有好的电影应该有的样子那样 他真正地从个体的视角去讲述那一场世界浩劫 影片中,无论马达三、花屋小三郎 还是村长、董汉成 每个角色其实都让我感到无畏杂陈 从1994年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到了2000年的《鬼子来了》 前者是无法释怀的轻松记忆 后者是不能忘却的民族命运 两部作品看上去似乎非常的不同 但它们毕竟都是姜文拍的 细看的话就能发现 她的人物塑造与视觉语言 仍然有很多延续的风格 今天,我们就从《鬼子来了》的 人物历程、视觉元素与展场设计中 来看一看姜文在这六年间 什么变了,什么没变 视频开始前 第一次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 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关注 记住更多的电影深度解析哦 《鬼子来了》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 1945年 在一个月白风不高的晚上 河北挂着台村的村民马达三 正热烈地跟村里的小寡妇鱼而偷情 一个身份不明的人突然闯了进来 用一把王八盖子顶住了马达三的脑袋 甩了两个日军战俘给马达三 命令马达三好好看管这两个战俘 并且抽空神神 他们大年三十夜里来取人 这两个日军战俘 一个是叫花巫小三郎的日本兵 一个是叫董汉成的汉奸翻译官 在被村民看押的日子里 这个花巫小三郎 想方设法地向村子旁驻扎的日本海军部队 发出求救信号 可惜都没有什么用 那是给我炮团的那个 你们在这汉堂提 听见咯 美洲的小三郎 希望可以跟翻译官学几句中文骂人祖宗的话 来激怒村民杀了他 翻译官教了他这么一句骂人的话 马达三和村民们小心翼地看管伺候两名战俘 可是大年三十的夜里 神秘人并没有来取人 东去下来 马达三继续老老实实地按照命令看管战俘 觉得神秘人终究还是会出现的 而这个小三郎 又使招向村庞的日本士兵传纸条 差点要了村民的命 村民们再也忍不下去了 于是大森抽签决定 有谁来活埋了这两个灰子的玩意儿 结果 中奖的又是马达三 马达三骗村民们他已经埋了小三郎和董汉城 但其实 他根本下不去手 没有杀人 反倒把他们俩藏在了村头的长城断壁里 养了起来 这回 翻译官董汉城 骗经过的村里小孩说 这句日本话 是给我颗糖吃的意思 等到海军司令爷爷村 移在村里巡逻 这小孩就嚷嚷这句话 要糖吃 这又是要了人命吗 马达三的谎言也被戳破 村民们对他是一阵痛骂 可到了 村里还是没有人能吓得去杀手 于是 马达三带了点豆子 从城里起来了 前朝网红贵子手一刀刘 准备借刀杀人 可这一刀刘也是个大骗子 假装意外没杀成人之后 跑了 就没死 不能 咱不能 还不能 这样子闹在鸡也铺上 咱不一刀 我一刀酒 倒是没在一根脖子上试过第二刀 看来吃人 是命不该死 被关大半年 刀下逃生的小三郎 终于良心发现 觉得对不住这些 好心照顾他的村民们 提议让村民 把自己送回城里的日本部队 他保证可以让自己同心的部队 用粮食来偿还村民们的恩情 一天能有粮食 靠着土地生存的农民们 就两眼放光了 双方签字画鸭 马达三热闹闹闹的 把小三郎给送回部队去了 回到部队的小三郎 被队长九种珠吉 和其他士兵传打脚题 他们都觉得 小三郎成为了中国人的俘虏 居然还没有自杀 真是丢了日本人的脸 但是最后 九种队长还是遵守小三郎 与村民们签下的契约 浩浩荡荡的 而粮食给村民送来了 还跟村棚的海军部队 来了个大联欢 但谁知道 这场黄昏背后 暗藏杀机 在马达三将小三郎 送回部队前 九种刚刚接到 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 那我说成怒的他 其实就是想借这个机会 深泄自己对日本投降的 耻辱与不满 他最后借口猜测 说马达三和鱼儿 跟当时抓住小三郎的部队 一定有勾结 这个所谓挂甲归田的挂甲村 名不服食 挑起了士兵对村民的屠杀 马达三因为单独与前人鱼儿相会 逃过了这一难 日本投降后 国民党军队接手了 这里的日本战斧 马达三就潜伏在战斧营周围 假装卖烟 最后在一个暴雨天 他举起斧子 杀死了好几个日本兵 可最终 还是没能杀了小三郎 这个白眼狼 国民党军队首领 宣判马达三违反了战斧条约 最终让小三郎执行 斩了马达三的头 马达三的头颅 在地上转了七圈 嘴角上扬 死了过去 画面也在这个过程中 从黑白变成彩色 最后一片鲜红 有趣的是 阳光灿烂的日子的色彩进程 与鬼子来了 刚好是相反的 全篇彩色 到最后变成了黑白 这样看来 江温通过这两部电影 似乎完成了一个闭环 他自己也曾表示 这两部电影 就像他的前世今生 甚至戏学说 马小军也姓马 说不定 他就是马达三的孙子 他说 他通过鬼子来了 总结了自己 对于恐惧 对于死亡的感受 而阳光灿烂的日子 似乎又是 对成长的向往与怀疑 在彩色中死去 又在彩色中生长 生长过后 又是一切逝去的黑白 而关于这某红色 江温也曾说 就为了最后这个红色 成片黑白也值得 而他这种对于红色的偏好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也非常鲜明 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红色是泳衣 泳裤 是金砖肉体的颜色 也是危险的颜色 在这里 红色是鲜血的颜色 他作为尾音 出现在电影里 夯实了电影警示的意味 他警示所有人 不要再重蹈覆辙 那么 我们在《反观鬼子来了》中 主角马达三的人物历程 看一看 这个覆辙到底是什么呢 马达三在这个故事中 从一开始 唯唯诺诺 胆小怕事的偷情男人 变成了最后 涂胎草帽 宛如西部大侠一般的 龙面富州杀手 影响于改变他的是什么 从一开始到底为什么唯唯诺诺 我认为是因为鱼儿 如果一切都不发生 没有这场战争 没有这两个麻袋 马达三其实可能就想跟鱼儿 偷偷摸摸地过这种 刺激的小日子 鱼儿是马达三的白月光 是马达三普世生活中 浪漫的理想与盼头 可在故事发生后 他与鱼儿的生活 不停地被打断 马达三只希望 一切能够恢复正常 所以他小心翼翼 如履薄冰地 去保护这一份理想 而为了应对故事中降临到他 投身的种种磨难 马达三也渐渐地变得越来越有种 直到最后 他从和鱼儿偷偷摸摸 都大胆说要娶她 从没有人瞧得起的偷情者 变成了某种意义上 这个村中的英雄 单纯就马达三的人物苦线来说 他的内在获得了正面的成长 他越来越自信 觉得自己越来越有本事了 可是 他的这样一种自信 是建立在他对日本人 对他人的盲目信任与幻想之上 而这也为他的成长带来了外在的代价 就是整个村子因此被屠杀 他也失去了生活的盼头 希望 失去了鱼儿 鱼儿在影片的后20分钟 完全没了踪影 由此可以判断 鱼儿要不是在那场屠杀中也死去了 要不至少是离开了大三 付出这次代价后 他再也不相信会依靠任何人 这点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报仇 另在成长与外在变故的结合 使得马达三再次出场时 完全变了一个人 江文通过表演 给我们看了这个人物的变化结果 而这个人物 在屠杀事件 与枪决董汉城之间 经历了什么 他省去了 由观众自己去补权于想象 这个叙事上的空白 给了观众空间去反思 为什么马达三 会突然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反思的内容 或许正是江文 想要警示观众的东西 而这样一种留白 在我看来 也是江文作为一个创作者 从阳光灿烂的日子 到鬼子来来的成长 阳光灿烂的日子 充满着成年马小军的旁白 在影片最后 马小军如同马达三一样 从压抑的怯懦 都爆发的野心的变化过程 被一字一句地解释了出来 甚至马小军一帮人 从青年到成年的过程中 大致经历了些什么 也都有详细的解释 听说刘宇苦 在南门打仗的时候 被炮弹镇杀了 倘若当时 江文将这些旁白都拿掉呢 阳光灿烂的日子 或许也会拥有 鬼子来了一样的余韵 不过当然 倘若是不存在的 阳光灿烂的日子 也展现了一个真实的 更年轻 更直给的江文 在转场方式上 与阳光灿烂的日子相同 江文仍旧使用了 谍化与同心转场 谍化与同心转场 是视听语言中 具有一定浪漫主义的修辞手法 灯在马达三的两眼之间 象征了马达三的恐惧 从打人到打马 做出了影片中 对人与生出的比喻 而从暴行到真割 更是对日本中国主义 所带来的惑物的深深讽刺 除了这两种转场方式之外 影片还两次使用了 同一种非同机生的转场方式 第一次 是小三郎和村民 签下换粮契约 第二次 是屠杀之后 日本天皇 朗读投降书的声音响起 两次都是非同机生转场 一次是两不相伤 单纯村民头脑中的 终日友好契约 一次 是带来杀戮的日本投降书 呼应与讽刺的关系 不言而喻 电影中 还有许多的神来之彼 大三与鱼儿的每次单独相处 都伴随着火光 从最开始 忽明忽暗的烛光 到主角子时的灶火 到最后燃烧的村庄 通过灯光 将大三与鱼儿的关系发展 紧紧地与他周围的世界变化 联系在了一起 马达森倒置的脑袋 也出现过两次 一次 是恐慌的他在鱼儿的手中 一次 是在日本士兵的手中 这种单独将马达森的脑袋 用一种非常规的方式 表现出来的构图 并且长时间地 停留在这颗镜头上的剪辑 让我们特别地意识到了 它的头部的存在 某种程度上 为最后大三被斩首 也做错了视觉上的铺垫 姜文的电影 还有太阳照常升起 让子弹飞 一步致摇 与邪不压正 还想听我们继续解枪姜文的话 可以在弹幕里打个333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 投币 收藏 转发 给我们来一个大大的四连哦 也是对我们用爱发电的大力支持 斯尼玛拉松 我们下期见